其实人的运气是可以被操控的 如果你和别人做着同样的事 别人做得风生水起 你却做到越来越累 工作不顺还搞得感情不和 心情烦躁 这个视频真值得你花一分钟看完 弄懂这个科学的法则 让你快速地赢得好运气 其实生活中的10% 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决定 而其余的90% 都是由你对事情的态度和反应决定的 一些命运的节点往往都被情绪驾驭 掌控情绪就是掌控人生 下面我分享的这个故事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但只有少数人能读懂其中的精髓 丈夫起床洗漱 将一块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 妻子怕被水淋湿了 随手放在桌子上 儿子拿面包时 一不小心把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 丈夫一气之下打了儿子 又把妻子骂了一顿 两人大吵一架 丈夫饭也没吃 就直接开车出门 快到公司 才发现公文包忘了拿 又立即返回家 到了家门口 要是留在公文包里 他进不去门 只好打电话向妻子求助 快到公司的妻子 又慌张地往回赶 经过路口时 撞翻了一个水果摊 赔了一笔钱才离开 拿到公文包后 丈夫重新赶回公司 已经迟到了半小时 耽误了项目签约 公司损失了一大笔单子 而妻子也因为迟到 被扣了当月的全勤奖 儿子这天参加棒球比赛 有望夺冠的他 却因为心情不好 发挥不佳 第一局就被淘汰了 是不是每次读这个故事 都有不同的收获 评论区见